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妈妈在工作时 他却在街上晃来晃去 迷失在那些数不尽财报的白日梦里 直到有一天 奥拉丁 一位陌生男子叫住了他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是你失散已久的叔叔阿巴纳扎尔 从今以后我会照顾你 我会让你穿上丝绸的袍子 将你的口袋里装满黄金 不过 我需要你帮点小忙作为交换 阿拉丁一听很是好奇 便一口答应了 接着 阿巴纳扎尔带阿拉丁走进深山 越走越里面 只见阿巴纳扎尔施展了魔法 变出了一堆火 嘴里喃喃念着咒语 一阵巨大的崩裂身后 地上出现了一扇门 别跑 宝藏就在这个扇门下面 阿拉丁 你提着煤油灯 把它们全部给我拿上来 阿拉丁心惊胆战地 一直往下爬 往下爬 进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不过 通道的尽头是一座花园 闪耀着亮晶晶的宝石 阿拉丁看得目瞪口呆 他提着煤油灯 往手上套满了戒指 口袋里也塞满了宝石 可是 就在阿拉丁试着往回爬的时候 宝石的重量却把它往下拖 他大声地交换 阿巴纳扎尔 我爬不上去了 阿巴纳扎尔请救救我 快帮帮我吧 阿巴纳扎尔说 你先把珠宝 宝石给我 但是阿拉丁已不再相信这个眼前 闪烁着贪婪的男人了 阿巴纳扎尔一气之下 就把门给关上了 阿拉丁独自留在冰冷的黑暗中 一边搓手 一边流泪 突然 其中一只戒指 发出了火光 然后 在一团烟雾中 出现了一个发出绿色光芒的戒指精灵 你好 我是戒指精灵 请问主人 有何吩咐 阿拉丁恳求说 请你带回家好吗 再一眨眼 阿拉丁就回到了妈妈的身边了 阿拉丁 你到哪儿去了 妈妈心急地说 于是 阿拉丁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 不过 为什么 阿巴纳扎尔非要这盏煤油灯不可呢 妈妈一边听阿拉丁说 一边把煤油灯擦亮 就在这个时候 你好 我是神灯精灵 请问主人 有何吩咐 煤油灯居然出现了一个神灯精灵 阿拉丁说 那 请你在黄金盘子上 帮我装满美味的食物吧 妈妈接着说 还有我要丝绸的衣服 和柔顺的丝巾 哇 所有的愿望 一次满足了耶 从那以后 阿拉丁和妈妈 他们就过上了贵族般的生活 他们穿着最好的丝绸衣服 甚至还和皇帝喝茶 就在皇宫的花园里 阿拉丁看见了小月公主 她是皇帝美丽的女儿 阿拉丁很快地就爱上了公主 她带了许多装满黄金和珠宝的大碗 去见了皇帝 我可以娶您的女儿吗 阿拉丁问 皇帝说 你必须自己问她 我愿意嫁给阿拉丁 小月公主笑着说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新家 于是 神灯精灵 马上变出一栋 外墙蓝的耀眼 还有一千个窗子的宫殿 婚礼当天 阿拉丁和公主 骑着白马穿越大街小巷 接受群众的鼓掌喝彩 可是 邪恶的阿巴纳扎尔 在暗处看着他们 可恶的阿拉丁 他偷走了我的宝藏 还娶了公主 我非报仇不可 阿巴纳扎尔 等到阿拉丁出了门 才偷偷地爬进宫殿 抢走了神灯 我是神灯精灵 请问主人有何吩咐 阿巴纳扎尔大叫说 带我们离开这里 连宫殿一起吧 当阿拉丁回来时 发现他的妻子和家都不见了 心里非常的难过 直到他想到了 还有戒指精灵耶 他苦苦哀求的戒指精灵 请帮我把公主带回来吧 不过戒指精灵说 我不像神灯精灵 那么有能力 但是我可以带你去找他 阿拉丁来到了一座花园里 终于和他的小月公主团聚了 小月公主露出神秘的笑容 然后拿出藏在衣服里的神灯 神灯精灵按照阿拉丁的吩咐 将阿巴纳扎尔丢在一个遥远的荒岛上 这么一来 他就再也不能打扰他们了 接着在精灵的帮助下 阿拉丁和他的妻子 还有他们的宫殿都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从那天起 阿拉丁就和小月公主 在那间有着一千个窗子的宫殿里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至于神灯和戒指呢 谁知道呢 也许至今还在那里 亲灵们也还在里面等着呢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时间结束咯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Winnie妈妈 我们下次见